好 剛剛顧董說終極反彈來了 但是呢 我們先講說 有長線布局 當然是龍頭骨 有大人在背後顧 但是重點是 能有搶反彈空間的嗎 這時候有嗎 一定有 但是各位一定要記住這12個字 叫做獲利加位階低 多頭訊號明確 我再講一遍 獲利加位階低 多頭訊號明確 各位這種股票 他可以慣用在其他的股票身上 就這種技術線型 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大成鋼 今天收盤在39.15 上半年EPS是5.04 不管他的年營收毛利率 都是向多方控盤的格局發展 那麼長紅棒的起漲點 就是這一波的轉折多方起漲點 我們看長一點的格局 各位可以看 重股票是經過了一段的時間 去整理出來的 那他是不是獲利加位階低 是不是多頭訊號明確 好 導播我們來看 把它放近一點 這種股票他有可能是一直漲 也有可能是先做拉回 然後觸碰到五日均線 再往上走 那在這個階段當中 這個跳空缺口 就是他的起漲點 就是我講的獲利加位階低多頭訊號明確 只要未來這條五日均線 你只要看他有觸碰到的時候 你就去買 那這種股票基本上 我們不限定在大成鋼身上 而是所有的股票當都出現這種技術現行 只要是獲利加位階低多頭訊號明確 都可以比照 有人擔心今天的鋼鐵股 會不會只是一日行情 做這個跌身的補漲 但大成鋼當然是指標 他因為很強 一開盤的這種跳漲 而且又帶大量 會不會只是獨善其聲而已 我解釋一下 大成鋼不是小股票 凱命你記住 我當時在講長龍的時候 在講鴻海的時候 我曾經做了一個比喻 我說這些大型的龍頭股 或是大型股 他基本上像一台高鐵一樣 當這個列車啟動的時候 他不到下一站 他不會停的 我剛才解釋過了 你只要把這條線 每一天花起來 只要哪一天碰到這條線的時候 你就進去做買進 基本上都是一個 波段行情的股票 但我要講的是 只有他嗎 還是說整個鋼鐵股 都有一起帶動的條件 我覺得鋼鐵股 都會有這種屬性 但是我們要找量大的龍頭股 才是這樣的標的 好 量大的龍頭股才是 今天鋼鐵股是很強 不過大家還是想說 要觀察下禮拜一禮拜二 他是不是能續牆 沿著五日均線 沿著五線操作 好 這是剛剛講的鋼鐵 另外聯電 好 聯電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來看 今年的營收是雙針的 毛利率 獲利率都往上的 上半年EPS已經達到3.35 今年最少可以賺到 6塊到7塊錢 那法人的持股是在增加 月限在40.3 聯電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K線 也一樣稍微看長一點 各位 我可以跟各位講 如果你會懂得技術面的人 你會看到說 其實這個地方法人的買超 已經開始大於賣超了 都已經在低檔買進了 再夾帶說 他的獲利加位階低 多頭訊號明確 你可以看到這個階段當中 你去畫聯電的走勢 他的波段是 一個低點 一個低點會比 一個低點再墊高 所有的均線都往下壓 在短期來講 整理的時間會稍微長一點 可是這種多頭列車 一旦啟動的時候 他也不會停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 就是抓住兩個重點 第一個法人的持股買超 是不是持續的進行 如果法人的持股買超 持續進行 再加上多頭的趨勢 是一直在墊高的動作 這種股票 就是一個中線反彈的標的 至少今天三大法人 都有站在買方 特別是外資投信 好 再來講到的是 細創 好 細創在這個地方 上半年已經賺了 20.94元 那麼股價是經過腰斬 短線的跌升反彈 位階低 有業績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他的一個 基本這個條件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一定就是知道非常清楚 它是一個除息 除息過後 已經開始朝向填息的入走 那你可以看這些股票 在所謂低檔 我們這邊先清掉 在低檔反轉起來的時候 基本上 它在低檔反轉起來 有沒有發覺到 它都是帶量的 如果我們講說 爆量這個觀念 假使一檔股票 它的位階是在高檔爆量 那就是精明者或是大戶 或是主力 利用震盪高的時候 就開始落跑 但如果我們看到一檔股票 是屬於低檔爆量的 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波段式股票 因為中長期的買盤資金進來 如果你比照這樣的條件 去做辦理 這些股票都屬於一個 波段性股票 所以各位可以以這三個範例 來針對未來你看到的股票 只要是獲利加 位階低 翻多就多頭訊號明確 我覺得都是一個終極的反彈股票 好 強反彈標的 謝謝顧總 剛剛這樣講 投資朋友來看看 終極反彈指標 也要抓出強反彈指標來看 是不是這些都擁有這樣的條件 要有業績 然後未接低 重點是最好法人最近有買 但是也講到 是嘎空頭的開始 或是已經嘎空一段了 還是說接下來會準備嘎空手 最近說嘎空 嘎空的題材條件 讓大家最覺得不可思議的 就是元宇宙概念 微盛下禮拜就要解禁囉 今天的股價 微盛股價盤中表現來看看 還創高 他是分盤交易十天的個股 今天盤中還可以到最高點 是85塊6 下禮拜一要解禁 解禁前還可以衝高 雖然五盤後有點壓回了 這種個股解禁日怎麼看 我覺得以下禮拜一來講 我們會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解禁前都拉了 那解禁過後剛好最近 IC設計又人氣又蠻強的 雖然你說他基本面不怎麼樣 但他卷值比很高 是啊 前面漲也不是漲他的基本面 就是漲 宏達電帶動元宇宙題材 然後嘎空 所以我覺得禮拜一來講 我覺得IC設計在續牆 那以衛盛來看 我覺得應該還有續攻的機會 好 這到底他要帶動什麼樣的味道 為什麼可以這樣續攻上去 而且就算解禁還可以衝 解禁前十天都在漲 就是漲的還是比跌的多 漲勢還是比較強的情況下 他透露訊號是準備下週有元宇宙大會 他要再拉動一次元宇宙大爆發 因為禮拜四元宇宙大會 那禮拜一威盛的解禁 所以這幾天 我就除了威盛之外 宏達電 宏達電也休息一段時間 我們簡單看一下宏達電 我覺得可能就是等威盛解禁 你看這一根黑棒下來之後 整理了一個禮拜之久 這兩天股價又增上所有群線 會不會就是下週跟著他的同家族的威盛 一起出發動 還有看到什麼劍達好像也是 劍達 劍達也很夭 所以前天還在創高 所以我覺得操作這個元宇宙 或者相關宏達電集團的 就比較偏技術面為主了 好 這些個股會不會其實除了題材 就是軋空 所以軋空力道 因為這幾檔個股軋空的這個 卷資比都很高 都很高 所以不一定是靠大會 軋空力道會不會持續呢 我覺得目前來看機會更高 因為好像市場的氣氛 這兩天感覺大家有點 比較有點回溫的味道 而且像剛剛談到的這個 宏達電這個威盛的部分 走元宇宙然後又有IC設計 那種偏電子類的部分 最近電子股的成交比重也上來 所以我覺得這些個股 又有特定的一些買盤推薦 然後龍券都沒有減 對啊 龍券不減 那我們常講一句話 空頭不死 多頭不死 有時候在這些軋空股身上 我會認為真的很難去猜 他會到哪 但原則上心態上 目前就是比較偏多去看 好 可以用偏多角度去看 他的籌碼 反正每天關注這籌碼 他的資券比不要掉的話 就很明顯繼續軋空 沒錯 好 不過講到這件事情 也講到元宇宙大會要召開 可能他們要面對今年下半年的 一個變數跟挑戰 就是有元宇宙的大盜 可能會在這裡搶劫他們嗎 今天有研調機構報告是說 現在呢 資訊安全的問題出現了 而且這些駭客 下半年要瞄準區塊鏈 尤其現在大家各國都在搞 元宇宙的情況之下 以後就會針對元宇宙來搶劫啊 沒有錯 因為以後 應該說這個叫平臺的不同 從原本這個一般的網路 延伸到元宇宙這個世界 那可能就是我們講的未來的 可能你的生活網路啊 一些都在元宇宙上 所以網上大廠 Checkpoint就談到 可能在下半年就會出現在一些 元宇宙的一些平臺 就會有一些駭客的攻擊 到底他攻擊什麼 他要拿到他什麼 可能第一個拿到你的帳號 密碼 威脅你或者你在裡面 像比如說有些虛擬幣 儲值等等相關的 只是說他從原本的一些網頁的攻擊 轉到元宇宙的平臺 等於是只要你能連上網路的 駭客都會去做攻擊 尤其元宇宙他會攻擊 一定代表說未來這個平臺 他的商機是更大的 而且這個法令還沒有很完善之前 你在這裡吃虧被搶劫 對 有時候就是求助無門 很多法令跟不上科技的進步 這個是問題 所以呢才會講 網安大廠 網通安全大廠就開始試警 對 小心這件事情 因為呢 最近我們才對這件事情 有特別大的感觸 因為我們在生活當中已經看到了 沒錯 不管是學術官網 這個台大的網頁啦 總統府外交部啦 現在連台鐵超商的看板 都可能會被駭客入侵 對 就在前一陣子 這個中國軍演的同時 佩洛西訪台那個時候 就開始我們的官網 台鐵一些超商看板 很明顯 最明顯就是駭客入侵 大家突然說 哇 原來這個資安問題 已經遍佈到我們的生活當中了 而且在今天也傳出來 這個台營造封營 金融系統 對 台營造封營不是關股的嗎 經傳遭害啦 但是細部他沒有透露出來到底怎麼樣 不過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消息出來 所以財政部也宣示要緊定備账 所以也剛好跟我們八月底 要新成立的數位發展部 八月二十七號要掛牌 算是特別強調 要因應駭客的多元挑戰 那行政院長也談到 這個數位發展部 接下來的重點項目 就是怎麼去防害 所以唐鳳部長接下來的任務 就是怎麼樣對付這些駭客 好 所以唐鳳在這時候 特別要成立這個發展部 當部長 他現在要廣招人才 現在在這個民間的這些高手們 可以好好試試看喔 要不要在這裡進入數位發展部 他說沒有限學歷 就看能力的 看能力 不限學歷 如果在市場上你是個高手 你就來 數位發展部需要你 為什麼 因為國家的安全很重要 現在已經打到網路的雲端上的資訊大戰了 好 但是呢 再講到說 到底這個台灣的資安防護 有這麼脆弱嗎 大家都不投資這個資安防護嗎 應該是有在投資 只是可能在相關的防護上 並沒有這麼積極 因為可能過去全球都一樣 感覺相關的網路這些安全 就是比較簡單來看 但是這幾年因為大家都發現到了 相關的這些駭客的威脅 資安的一些造成的損失是越來越大 所以到2025年來看 全球 這不僅僅台灣全球的一些企業 政府部門都一樣 相關的資本支出都會不斷增加 在這一塊年復合成長率是很高的 從2021全球大概是2600億 今年3000 到未來這幾年到2025 全球的資安支出可以高達將近4600億美元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就是說 資安從軟硬體的部分 應該在未來這幾年 相關的資本支出會增加 所以一些指標公司 其實他們的業績也會跟這輿入均載 其實這一塊在台灣 很多公司都有在做 尤其是不管你看最近 網通曾經強過一波對不對 這就是資安的問題被注意了 所以網通股為什麼最近可以強 另外還有真的是資安 就是對於這個不管駭客入侵的防護 這些防毒防護的相關公司 也開始被注意了 當然回到現場就好好講 台灣的部分有哪些公司 其實是真的 在這種複合成長率當中 最受惠的 馬上回來